美國商務部公布了有名黑名單的實體清單 77家公司和附屬公司中 包括60家中共企業 其中無人機製造商大疆科技 和中國最大芯片製造商中芯國際都名列其中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週五在聲明中 譴責中共無所不在的監視 鎮壓新疆和其他地區的人民 除了大疆科技之外 中德美聯生技、中國科學器材公司 江啟集團公司也被列入實體清單 理由是他們通過濫用基因收集和分析 以及高科技監控 協助中共在境內大規模侵犯人權 有些時候 這4家公司還幫助中國出口一些產品 協助世界各地的高壓政權 這樣與美國的外交政策利益背道而馳 近期 美國政府對大疆等中國無人機製造商的 作為感到擔憂 去年5月 國土安全部警告美國公司 中國製造的無人機 會對公司的數據資料構成風險 今年1月 美國內政部 阿令霆飛800架中國製造無人機 在此之前已停止採購此類無人機 目前在美國商務部實體名單上的中共企業 包括中國電訊設備製造商華為 與其150家相關企業 還有中興通訊 監控攝像頭製造商海康威士等 300萬共產生 協助殺工 社會bn派 我們去到處於 多一天 好 無人機製造的人